据悉,2016年,伊能静在与秦浩结婚后生下了可爱的小米莉 可是近日又有消息称,52岁的伊能静还想拼二胎 这可吓坏了老公秦浩 经过一天的仔细思考后,决定反对伊能静 不过他反对的原因还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呢 女儿奴般的秦爸爸一想到小米莉小小年纪当姐姐 不仅要学会照顾妹妹或弟弟 还不得不分享父母所有的爱,一度情绪崩溃 直呼小米莉太可怜了 哽咽的秦爸爸还委屈地表示 倒变得懂事,都还没来得及长大呢 这一幕也是让伊能静好气又好笑 忍不住吐槽,你才是我们家的戏精吧 不过秦浩拒绝二胎的理由 竟然不是顾及老婆的身体状况 这事你怎么看呢